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起先爆發的疫情目前波及全球 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不少外國政客和學者 紛紛主張向中國提出申訴 要求賠償 其中一位就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學中心主任 他就說 中國政府因為並未迅速和透明分享疫情的資訊 搞到世界各地都出現了爆發的情況 涉嫌是違反 世衛組織的國際衛生條例 而根據國際法當中的 關於國家不法行為責任條款 如果中國政府是被國際法庭裁定敗訴 需要向受害國家作出賠償 而中國有拒絕的話 受害國家就可以採取不同的行動 包括美國可以註銷中國持有的美債 以及將中國續出世貿組織 主張向中國提出申訴和要求賠償 當然不局限於美國的政客和學者 印度的一班律師都有類似的想法 根據印度的媒體報導 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和印度律師協會 近日已經向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提出申訴 要求中國就著病毒在全球蔓延造成巨大損失 作出賠償 而且他們要求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對中國進行調查 並且要求中國要對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的成員國 尤其是印度作出道歉和賠償 這班律師下申訴的對象就是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我認為 似乎機會相當渺茫 因為中國實在有太多阿非拉的邦交國 而且關係相當友好 這些邦交國只是看錢份上 因為中國對這些友好的邦交國 作出了很多金門 而且對當地的經濟貢獻又相當巨大 這些國家一旦去到這個理事會表決的時候 一定會站在中國那邊 怎麼會站在中國的對立面 你站在中國對面 豈不是和自己的荷包作對 而且根據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的往跡 甚少向中國提出 人權的交涉 甚至乎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 你就知道 這條路其實不太行得通 至於國際法庭 當然要看看 到底法官是否中立 但首要條件 都是取決於美國政府的取態 若然美國政府都沒有意思 提出相關的辛殺的時候 根本就談不上這個判決 在美國國內的情況又如何 有兩位參議員 分別是Tom Cotton和George Hawley 準備在參議院復會的時候 會提出一個以李文亮醫生命名的法案 這個法案到底是說什麼呢 主要是說 要賦予美國總統一個權力 去制裁那些故意隱瞞 或是歪曲公共衛生緊急信息的外國官員 主要是說那些中共幹部 包括什麼呢 就是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以及 停止向他們簽罰 前往美國的簽證 他們同時還建議 特朗普總統 要向李文亮醫生頒發 總統自由勳章 聽到這個信息 外交部當然就彈起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大媽 又有話說了 他就說 都不知道美國這幾個議員是怎樣選出來的 一天就認識的是不務正業 如果在中國 這種人可能 老早就被中國人民要求撤換 你當然是不知道他們怎樣選出來 因為中國都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你說得對 不過崩口人就既崩口喚 這件事有多少政治不正確 華春瑩大媽還說到 李文亮醫生已經被表彰的中國全國衛生健康系統 先進個人 亦是湖北省平定的14名犧牲第一線烈士之一 這幾個美國政客 即是Tom Cotton 和George Hawley等人 出於醜陋的政治目的 政治操弄李文亮醫生因公殉職的事件 是對李文亮醫生和他家人極大的不尊重和極大的冒犯 毫無道德底線可言 嘩 真是厲害 似乎在李醫生的生前 中國你怎樣對待他 都有目共睹了 現在走了 又捧到上天又變成烈士 當他雷鋒那樣捧 真是好笑 人家生前你真是租責人家 走了以後人家說要頒的勳章給他 你又當人家是補了 又說人家是烈士 更好意思是斥責這群遠在他鄉的美國政客 極不尊重和冒犯李醫生本人和他家人 我真是好奇 這群美國政客有對李醫生要求他簽悔過書嗎 有對他作出懲戒嗎 這些似乎都是你那群湖北幹部去做的 真是亂了大龍 再說一下關於大陸的情況 大陸在上星期尾放了三天的清明假期 安徽省當局推出了一個叫做安徽人免費遊王山的措施 使得王山景區出現了大量的遊客 據說有超過兩萬人同一時間出現了警區當中 這兩萬人 行一公里的路程 需要兩個多小時 好了 根據那些影片和圖片顯示 只有部分人是戴上口罩 而且無論是在警區門口 排隊買票 進場 或者是入到警區旅途 那些人頭都是密密麻麻的 人山人海 完全沒有辦法 去維持到適當的社交距離 若然當中是一個隱形患者的話 這兩萬多人就窩可 只不過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 說那些案例就已經清零了 曾經出現過不少的日子 本土個案是零 即是中國就已經完全沒事了 為什麼王山景區的遊客流量 要由五萬人次降到兩萬人次 而且入境區以前又要量體溫 真是不明白 而且看到那些中共幹部 經常說一句標語 叫做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外防輸入就明白 因為已經全世界都開了 真是多得你 但是內防反彈就不明白 你都說沒事了 反彈什麼 何來有出現反彈 在哪裡彈出來 實情已經過了十四天的潛伏期 為什麼還會有反彈出現呢 究竟是否牽涉到一些官員 繼續在這裡隱瞞 這些他們真的要想真才好說 除了大陸之外 在台灣方面又如何呢 台灣也是放了四天的清明節連假 於是有幾個景點 就接然出現大量的人潮 有十一個景點就發佈了國家級的警報 包括哪些景點 人山人海 墾丁 阿里山的森林遊樂區 和花蓮的東大門夜市 這些景點 遊客更多 而且墾丁三天 湧入了七萬多人次 人多擠迫 就保持不到社交距 很多遊客又是不戴口罩 到底會不會成為防控的缺口呢 因為台灣政府一直守得很好 若然因為這些無聊遊客 而導致出現社區爆發的情況 就相當不幸和不值 最後就講一下本港的情況 最近我就很不幸地在網上聽到 有一名KOL 發表了一些極其不負責任的言論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不自由無靈死 若然要他為了減低感染的風險 而困住在家 就肯定不行 因為這樣就犧牲了自由 實情全世界的防控工作 都是以保持社交距離為主 這種人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支持醫護人員 原來他支持醫護人員的方法就是逛街 這些根本上就是自相矛盾 很多醫護人員都已經先後作出了呼籲 就是說我們留在家 就已經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 實情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的物資是相當緊拙 每入一次的隔離病房 他們就要消好一套保護衣 一隻口罩和眼罩 那些物資不是無限供應 所以最佳的辦法 就是在假期的時候 就留在家 但是當然很多人就不聽 可能聽了這些不負責任的KOL的呼籲 就真是以為不自由無令死 就跑去逛街 那你其實就是害己害人 當然根據那些媒體的記者拍出來 實情的人流 比起 這個三月底的時候是多了一點 但是也不算說很多 只不過在某些店舖 實在是非常多人 例如說這個黃金商場 很多人就去選購那些電腦的零部件 或者是手提電腦 實情如果大家要去買這些裝備的時候 不需要去到黃金 大家上網有格價 去Price.com 什麼都可以看出來 哪一道最低哪一道最便宜 其實是不用跟別人逼的 到了現在2020年這個時刻 那個價錢的所謂information cost 資訊成本已經低了很多 每一間店舖多少錢就列出來 如果還說要格價的話 其實也不差多少元 只是說過位或者十位數字 這些基本上就是很無謂 如果還要去那個商場逼 有些記者就去了旺角那裡拍 發現有些商場 個別的店舖座無虛席 比如說美甲店 實情美甲用不需要 窩蜂去做 而且還美什麼甲 很多人都不出街 你美元也沒有人見到 對吧 美給自己看嗎 多個鬼魚 總之在這段時間 最好一切從簡 其實很多女士 戴著口罩都少了化妝 在這段時間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再讚多一次 那些主婦 因為我在外面觀察到 十個主婦當中 有兩三個開始戴了一個眼罩 透明的眼罩 不用怕被人笑 又說肉酸 又說不好看 肉酸只有條命沒了 所以 真是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